目击者声称和UFO进行了心灵感应交流 这件奇怪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8月10日 加拿大魁北克省圣埃利德卡克斯顿的一名司机 在天空中目睹了一个神秘的不明飞行物 这个物体很大 呈银白色 下面有一些颜色较深的小血管 虽然司机能够拍到它 但相机未能捕捉到司机眼睛所能看到的全部范围 然而 这次目击与其他目击事件不同的是 司机声称事后与不明飞行物进行了心灵感应交谈 对方声称自己是卯素星人的宇宙飞船 这是真的吗 不过 一名墨西哥飞行员遭遇了类似 但更离谱的事情 外星人甚至附体在他身上 用无线电对人类喊话 这件离谱的事情发生在1976年6月21日 那天 墨西哥航空学校的间隙飞行员 拉斐尔 帕切克 佩雷斯驾驶 XBCOX轻行飞机 在墨西哥城东部的奇马尔瓦坎地区上空 进行他的处女飞行 突然 雷达丢失了他 并失去了一切联系 一个小时后 这架飞机莫名其妙地再次出现 但地点是300公里外的 墨西哥南部阿卡普尔科港上空 考虑到这款飞机的航速 正常情况 它需要三个小时才能到达那里 当地空中交通管制员卡洛斯德克雷奇 发现了这架奇怪的飞机 询问他来自哪里 接着通过123.45兆赫频率 他收到了神秘 甚至令人不寒而栗的回复 请不吝点赫频道 我们证明商上 一日开场 明天宫 恐怕 很多 但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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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译如下 他说话是因为他被命令这样做 我的意思是 这是他的声音 他在说话 但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 我们把它当作了是的 我们把它当作一个麦克风 我们并不重要 我们来自哪里也不重要 只要知道 我们是属于这个宇宙的生命 我们的星球在许多光年之外 但我再重复一遍 以免显得混乱 我们在身体上和你们一样 我再次向你们重申 宇宙中的所有种族在身体上 都是平等的 你们在宇宙中并不孤单 还有其他种族 我们正和你们保持距离 但我们在看着你们 交通管制员卡洛斯德克雷奇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我们为他紧急清空跑道 好在飞机平稳降落 他们迅速将他带到 阿卡普尔科健康中心检查身体 并看看是不是服了什么药 导致精神错乱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这名飞行员的情况非常好 他体内没有任何药物 没有任何精神障碍 此外 墨西哥航空公司的技术人员检查发现 这架飞机的燃料几乎是满的 这很奇怪 因为在墨西哥乘到阿卡普尔科之间的飞行 实际上会耗尽所有的燃料 事后 拉斐尔接受了几位记者的采访 他说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只是觉得我困了 我快要睡着了 之后 这位年轻学员被要求闭嘴 并且航空生涯 就此结束 再也没有摸过飞机 不过 拉斐尔的故事 被认为是墨西哥最奇怪的地外 接触案例之一 而被人们铭记 拉斐尔遇到的是否 和加拿大司机遇到的一样 也是卯素星外星人的 外星人是什么目的呢 你是怎么认为的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